各位切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資料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我是拿黑的 一開始下一個跟平常比較不一樣 算是一個對角的布局 那左上是他的小木 我就直接掛過去 看他左上是走什麼 走一個小尖 小尖的話 那 我簡單下可以拆個2 拆個2 或者是左下地角也可以 我實在選擇左下地角好了 看他這邊會不會馬上來做一些夾弓之類的 喔 還沒有 那 右上去點角的話 實在擋這邊好了 擋完長一個 我會擋在這邊是因為我想說 這樣子 等一下這附近走一個算是一個 還OK的選點 就是他這個小尖發展方也是在這邊 那 我如果先行一步走過來好像還可以 不過呢我左邊還沒去拆喔 不過現在這個拆跟右下點角 我感覺好像是右下點角大一點 不過這個其實你這擋哪邊差別都不是很大 都還行 那我看他這邊會怎麼下 擋 擋這個的話 長起後這邊尖起也是蠻大的一手起 喔他這邊直接連半吃角 這樣也完全可以喔 因為他這樣下就是覺得我這朵花在右邊的發展價值不大 這也是很合理的想法 那接下來就進入抉擇的時候了 左邊跟上面我要選哪邊呢 這邊如果走大飛的話 大飛跟拆二 好像是拆二比較常見喔 不過我是覺得拆二跟這邊會不會有點扁 這個是算比較傳統的布局 觀念 我是覺得大飛跟拆二各有利弊啦 大飛也可以下我 我感覺 就是因為你拆二的話人家這個 飛壓完一長 他確實形狀還蠻扁的 那大飛比較不會被人家弄飛壓 不過缺點在於 他這邊有個打入的好點 不過打入我就踢 應該也行吧 上面他拆一個也相當正常的一手棋 這邊我要不要去定型 不過我是覺得他現在尖這手也不大 因為跟我 我這邊也是有開朵花在這邊 還是我們就簡單拆下面 有點不會下 尖衝這個是騎嗎 還是要這樣逼住 逼住完能打入嗎 逼住完打入感覺也不太嚴厲阿 尖衝掉 尖衝完長 感覺都能下 但也不知道哪個最好 有沒有這種靠一靠 靠他搬我再跟著反搬下去 嗯 有一陣子看AI的棋 他有時候會去往人家這種山路 就頭上一靠 但這個場合下起來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我看都乾脆擺著算了 擺著下面要怎麼下也是一個問題阿 不然我就這樣拆一手好了 非常中庸的一手棋 反正就是下面有個邊 那我就去拆個邊 非常中庸的一手棋 那這時候擺起很有可能進來了 我左邊到下面整個正式 逐漸起來了 他打在這邊算是 眼見的一個 打在這裡當然也可以 打在這裡當然也是眼見的一個選點 我要這樣夾攻阿 夾攻他跳 我在尖踢 感覺也不好攻喔 這種打路確實是很難攻的 你不要覺得說這種棋 你有辦法去很好的攻擊他 基本上很難 要攻擊踢完飛 要攻擊這樣踢完飛 還是說我要陣頭 陣頭他可能會橫跳一個 山路橫跳一個 那我再陣 把他陣進去 這樣也不知道好不好耶 山山還有個弱點 如果用踢完飛跟這樣飛 去把他陣頭 不知道哪個好 踢他有可能跳 那我再飛 他在飛 有可能鑽一鑽我毫無所得 他有可能下清零一點這樣飛 踢完飛他也飛 這樣真的有可能 跑一跑 那我右邊其實也沒有什麼所得 椅蓋應該不好 椅蓋很長 他拖 算了 我看我就是 走這個陣好了 陣 我是覺得他有可能走這個 你如果這樣子的話 有點委屈喔 雖然你山路橫飛 我如果陣 下一手 他也有可能會回到這邊 喔果然是飛 飛我除了陣 還有其他好的下方 陣被他尖是不是也有點難受 還是我先尖這個 尖這個他如果靠出我反 不然我來打吃 這樣他會從這邊鑽出來 如果我先尖他肯沾嗎 先尖他貼我虎 嗯 先尖 先尖 欸對 先尖他 他 他這會不會沾是一個問題啊 如果他沾的話 那我再把他這邊封住 喔他貼了那我先虎 虎他下哪 也是有可能會這樣鑽出來 靠 唉唷他直接用斑的喔 這麼狠阿 我斷他再沾回去 這樣的意思 讓我外面留一些味道 也是一個想法 先沖不會好 我看我就單斷 他一定是會沾回去 沾回去的話我就打死這顆 打吃 腳上是有點小味道喔 不過暫時他也動不了 不然被我斷 不然被我斷 他應該只能沾回去吧 現在外面他有什麼好動的嗎 不管動哪裡被我一沖 那就 肯定不會好吧 譬如說你藏這個 那我先沖 難道你要這樣壓下去嗎 或者是這種鼠打 鼠打完擋住 喔他先打一個 先打一個我感覺 也不像好 唉唷還真的要立進來 天啊 我沖他就真的壓進去了 這形成一場轉換喔 唉唷 不對喔他是會打穿擋喔 哇 我這個有點沒考慮到這首棋 我沖他現在打穿一擋 鑽進我腳裡了是嗎 唉不過我可以搬 我搬 我搬他我連搬進去 我打穿一沾 他跳外面我沾 我擋 再擋 好像還可以耶 他這樣子 他這樣氣夠嗎 打穿 搬我搬 他連搬進去 我打穿沾 他跳 我沾這個他擋 我一擋住 他裡面 唉唷 這邊有一搬 應該還是氣不夠 對 3氣對4氣 他應該氣不夠 那如果現在只能這樣壓下去的話 那我 他還是下這個了 我先把這邊吃住 這樣子 他如果連搬不進去的話 我覺得 他應該不太好 因為我外面這顆 如果他只能這樣虎的話 那我打完一沾 外面這顆他也製不太住喔 了不起這樣跳一跳 我就會跳一跳 他不太好製住 我外面那顆紫的話 我應該是成功的 對吧 他如果連搬不進去的話 我應該還是還可以 不過現在 我看錯一個東西 我即便 我是沒辦法打算沾住 因為他這邊現在還可以立 喔對耶 那這樣我 那這樣我不太好 這差多了 我看錯了 還是說 我有可能先不補嗎 譬如說這樣打算沾 他立的時候 我先虎在這 他即便能打算拐過 我還可以飛一點 1 2 3 4 5 飛一點丸貼 這個氣是什麼 我好像還暫時快一氣 但是味道非常差喔 這味道非常差喔 打算沾他立 我要虎在這邊 他打算走 我飛一點丸貼住 靠進去 味道很差耶 但是我就先扛了啦 但是我就先扛了啦 我看我得先扛了啦 我看我得先扛了啦 欸等一下 我點的時候他不一定沾耶 立完擋 還是立的時候我應該跳 是嗎 我不應該虎 對我好像應該跳 這下面攻殺力 我跳他充滿擋 我點 對這樣子我 我才點的到這一下 欸等一下喔 立完 擋 立完他先不叫吃 但單擋 然後我點 點完擋他沾住 喔這裡面錯綜複雜喔 我看我就先扛住了啦 這邊等一下再去補一手 不然你看我留一個二路打吃給他的話 那他左邊太厚啦 隨便一吃下去 他就活透了 他就不怕你了 所以我這邊一定是先扛住再說 哇 這邊的戰鬥 看起來蠻失敗的 我沒有想到他這個利劑還這麼厲害 我現在怎麼辦 我只能束手出頭 束出去 你如果這樣尖的話他好像 下面人家一拖過 下面一拖過我就沒搞頭了 是不是只能硬來 我看我得硬來才行啊 這一盤棋真的是束手連發 還沒到連發啊 就是現在的棋真的比較勉強 他如果這樣扳的話 我可能要硬沾喔 硬沾還是硬壺 欸其實單長也還行是不是 雖然我就是很勉強這樣硬衝出來 但是他要怎麼應付 現在也得想一下 如果他這樣頂過去那也是夠俗了 我長都好像被他從下面頂過了 那我沾的話他長 再硬靠出來 也不行 硬靠出來他直接衝斷你 我現在虎的話他如果說打穿 現在虎他也可以首先就可以從下面頂過 沾他來 我先斷兩下 不是斷太俗了 斷他這邊打完一虎 打完隨便拖他 可以搞你的東西太多了 哇現在這局面相當的難了 我好像只能虎了 但虎他可能就頂過我算了 如果真頂過我也還能下吧 我就斷這個 再想要沾有沒有可能 沾被他長 好像確實不太行 沾被他長我跳一下 然後從下面撿一下 有沒有搞頭 算了 感覺不像 我還是下這個好了 下這個他也有可能從上面打算直接包住 那我單斷 他下面有個拖二路特別舒服 我這樣斷完場的話他可以拖我二路 但我也沒辦法了 我只能這樣下 唉唷等一下我如果山路長這邊會不會有什麼立彎一路飛點 我立彎一路飛點我只走這個擋住 等一下我他沾我長回去他立我尖 他點這個我就 擋下來他擋然後我就 我就打吃這個 這樣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 至少 如果只是被他拖一下 那還 好像暫時還能接受 那下面這個什麼東西呢 他直接立 直接立 如果直接動的話我應該是還行 不過 他就是從這邊拖一拖我就很難搞了 現在這期應該勝率已經蠻低了我感覺 但就是想說反而跟人類嚇嚇看 跟人類嚇嚇看後面還有沒有一點機會 畢竟他這一塊可能還是得再加強一步 如果是白騎的話可能會考慮 跳一步 他這還可以再頂一下真是舒服 下面隨時就一直鐵眼了 唉如果他下面沒眼可能還能攻一攻 下面一鐵眼然後這中間一走 其實他真的非常舒服 不然就是我作為黑騎去 下面走一個 喔他這都還打掉 一開始這個模樣被洗成這樣真的是不能看了 我得尋找一些機會 這是不是還是得補一手比較好 算了我看先不補了 我必須得尋找機會啊 這個打有沒有一點搞頭 不過他這跳也還有個先手可以搭下去 哇真的很難下了現在 我可以搭一下 藏一個 搬完搬 欸他這可能讓我搬完搬啊 搬完搬然後他斷出來我沾這個 斷出來我沾這個他藏 我在右邊 去夾攻一下 這邊本手應該是還要再補一下 不過我想說 現在必須得搶一下 我這夾在哪個位置比較好 我看我夾在這 他右邊如果把他飛出來便不便宜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被我打一下 這被我打一下 將來這邊一路有硬腿 然後飛完立賽 兩邊都能利用 他還是飛出來 不過這被我打 就不知道便不便宜啊 另外場合也不太一樣 說不太清楚 說不清 直接震他頭好了 讓他右邊 欸看能不能 攻擊一下 不然人家往中間跳了 你也攻不到什麼東西了 不過這手棋 下這種畢竟是比較虛啊 我這邊蠻想逼住一手的 這個逼明顯是一個好點 下一手看能不能寄予一下這邊打入的東西 盡量尋找機會啊 不過感覺還是蠻艱難的 哇這邊山路跳 不過我這等一下還是可以 搜刮一下 喔不過走到這一手棋 等一下可能可以考慮直接逼到這 逼到這下一手直接班主之類的 靠出來喔 哇怎麼都下這麼好 哇這個靠也是下的蠻好的 欸 哇這樣我右邊也跟著薄掉啦 完全攻不到的東西 只好把這下屬掉 喔不過這班也是蠻屬的 因為 人家走在下面那 虧 虧一些木樹 不是中 中間重點是置不住他這裡 這太難下了 這完全攻不到的東西了 這完全攻不到的東西了 這白騎人現在拿的控都是蠻紮實的 那黑騎只有 這個那味道還很多 其實光人家往這邊隨便一煎一手 就不知道能不能 就不知道怎麼下了 哇 哇搶一步啊搶一步 右邊是被斷 這也是非常慘喔 中間又不要斑 我現在只能出頭這個 中間又不要斑 哇 慘了 只有一個慘字啊 貼 貼他可能會斷啊 貼他如果斷 我爬這個 貼是應該能 能貼到 他不會斷上去 但是 好像貼也沒便宜到什麼 果然斑了 那我只能從這打來找機會了 這邊再跟著搬也沒什麼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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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入 啊 他先飛壓只有爬過 會不會這樣直接把我尖死啊 尖我飛出 看能不能 搞一下 飛完頂 那直接搬過了嗎 喔這麼直接了斷 怎麼直接了當啊 這邊 他覺得沒差就對了 還是我尖的時候他在尖出頭 好像也是有可能 這邊我搞不動他 尖他還是可以尖出頭 5 4 3 2 1 不過不尖我也沒旗下 我跳出他也跟著跳 意思一樣啊 意思差不多 這邊我還 周圍都是他的旗啊 你看周邊都是他的旗 我這邊要站其實還是很 很艱難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 靠這個 哇 這連出頭都下這麼好 我講這個尖真的是太俗了 你知道吧 這單靠 啊漂亮 哇 這盤起真的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機會 8 7 6 5 4 3 2 1 哇 這個真的完全不行耶 這已經不用下了 你看這一塊又變得有點半死不活了 不要一卡 不要一貼 這完全不行啊 哇 這個真的是 被虐的體無完膚 真的完全不行 投了投了投了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好了 好 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那這盤起真是被虐蠻慘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下面這邊 我拆邊被白旗打入的時候呢 後面的戰鬥走壞了 那這邊G1也是推薦我說不見得要去下面拆邊了 可以走右上的這個搬完跨去做定型 這個也是 定式後呢 常見的一種下法 那白旗衝完打吃之後呢 腳上打吃 那麼黑旗打過來 白旗這顆要被蒸掉了 所以趕快藏過來 好那實戰我拆邊呢 應該說也還能下 只是白旗後面打入就沒印好這樣子 那這邊G1的下法也蠻有趣的 即便 這邊被白旗打入看起來是這裡最重要 但是他還是推薦我去 右上這個搬完跨做定型 那可能是他覺得白旗這邊尖起還蠻大了吧 這邊三顆會有點變比較薄 所以他叫我趕快去定型 那這邊他的下法都跟剛才一樣 不過白旗呢 原本是走在中間長 他現在改成腳上斷吃了 最根本的原因當然就是在下面這邊 那這邊經過兩手交換之後啊 白旗其實增子已經變得有利了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一個快速 比較快去計算增子的算法 就是黑旗這顆子呢 可以往右上這樣推移 就是他對於這個白旗增子的這個效應呢 就相當於是在這裡 那麼白旗這顆子啊就相當於是在這裡 所以說經過這樣推移之後 你就可以比較快去算出來說 這個黑旗啊 確實是增不掉白旗的 那麼也就是說呢 在這邊走完之後 黑旗暫時沒有辦法這樣子去打死白旗 那如果說黑旗去引針可能也不好引了 因為譬如說這樣子走 那麼白旗可能立刻藏出來 那黑旗下面也比較難去吃乾淨這個白旗 所以說右上會被人家這樣連走兩手 可能這三顆會比較慘喔 所以黑旗可能會考慮直接先動 這邊吧 可能先敲一下完之後 看要怎麼去做出頭 總之右上會先下 好 那我實際上走這個陣 看這勝率也還行吧 不過 後面被白旗橫跳的時候 我就沒有應對好 我本來這個陣也是有想過 這邊決議首選是陣 但是 我想說被人家兼 這個各種應對方式 好像都被 會被對方突破 那 決議他這個下法我覺得 也還蠻好的 雖然說被白旗給這個衝 就是他這個黑三天 不貼我覺得蠻好的 雖然被白旗充滿斷 但是 黑旗沾完之後呢 這邊看似好像會被白旗的突破 但是 我在想他後續 應該不太可能這樣硬包 這被雙腳師就爆了 所以說他後續有可能是這邊打吃 那打吃的時候白旗提 那黑旗再沾回來 那這裡 白旗基本上 應該不太會走這個沾 因為這被黑旗打 那 這白旗太痛苦了 沾回去肯定不行啊 這樣 直接被包住 太慘了 那又這樣露出去的話 雖然是一個打結 但是 首先這個結 黑青白中 這個 黑旗打輸了 就是讓你破而已 那麼黑旗這塊也不算薄 所以OK 但是白旗打輸的話 那整個被人家包在裡面 這兩顆也被切斷 確實是蠻慘的 那黑旗結其實也還不少 這邊 這邊就有好幾枚大的 那麼白旗眼見的結 好像就只有這邊衝斷兩個 所以 這個 打結應該是不太像 所以也就是說 白十四 基本上不太會走裡面 那應該就是往外去跳之類 那黑旗就把它割下來 這樣子的戰鬥 這個 白十四 不知道是跳還是長 因為我剛才在想說 這個如果跳的話 這邊 接下來還會被人家搬去走這個 不過這應該小事啊 我可能就先往外跳再講 那 這樣子走 雖然說是把黑旗的包圍給突破 但是 白旗確實還是蠻慘的 看起來我是覺得 還是蠻重的一個旗型 這樣子下去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雖然他給的勝率也不算太高吧 但是 感覺這樣子的確是比較有旗下 或者說他不見得用跳的可能是 虎 可能會從這邊虎會好一點吧 我剛才白這個跳可能不太好 從這邊虎看起來是好一點 那黑旗就看要不要先斷一下 或者是 直接衝下來之類的 好那總之實在蠻可惜喔 走這個尖 那這個尖的時候 決定還是推薦白旗去尖這個 所以 去這個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好點 即便在下面都已經 稍微要戰鬥起來了 他還是去推薦這個 那黑旗下面尖 這個白旗還是可以處理啦 總之他只要能夠活旗 這個尖有搶到 覺得不錯 那實戰這個貼完斑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實在直接斷了 沒想太多就直接斷了 沒想到白旗這個打穿長這麼厲害 所以我這邊應該是像決議的下法 我直接這樣子尖住的話 那還是扛得住的 這樣直接尖住 確實比實在好太多 實在斷了被人家打完長 就整個沒旗下 那 他後續的變化呢 這樣暫時還是能擋住的 白旗還是得去下面去火旗吧 雖然中間能垂幾下 但是你終究還是得回來這邊飛 那我 再補一手 至少我就是把這個給縫住 那左邊的模樣就至少能經營的起來 實在這邊的確是下不好了 那 這邊決定我衝是沒有問題 就是 被人家嚇成這樣之後 我衝就是首選了 那這邊其實實戰白旗 直接打吃 好像也不如白旗這個立下來 立下來我應該還是要下這個 那他就可以利用的比較好 這樣子 直接整個打到腳上去了 然後再跳 不過我實在後續其實還是有下錯東西 像這個我也不應該去搬了 主要是我這邊有誤算 我以為說 這邊 我沒看到他這邊有一手立 這個立的確是味道很多 所以 雖然暫時可能他不見得能行 但是 這個味道太多了 非常不好 我是打下去之後才發現 所以這邊的確是太臭了 我這邊應該要單體才是比較能消除味道 這樣一下 雖然說腳變加破 但是至少這樣子 蠻厚的味道很好 勝率就好一點了 那實戰這個圖 確實勝率不怎麼樣 走到這邊 下一手這個貼 俗貼硬要靠出去 是本局接近敗 接近敗招了吧 那 我這邊應該走單靠 這個單靠才是好奇 對啊 我實在都已經想到要貼完靠了 為什麼沒有想要單靠呢 就是走這個貼 這個貼實在是太俗了 因為人家這邊本來有一個斷點在這 那你一貼幫人家補齊了 實在是太臭了吧 對不對 因為 這個一補完 他這邊變得很厚 那我變成 旗子去貼在人家後勢身上 當然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 這邊明顯應該要單靠 那單靠的板旗下法 他是搬完之後 擠還是可以度過 雖然說是可以度過 但是再怎麼樣至少 把他的勢力 就限制在這邊而已 那麼 我們中間這邊至少還是吃的 算比較紮實的一個地方 實在這個就太臭了 因為被人家搬 其實你還是沒有好的攻擊下法 如果說真的能夠靠這個 硬貼 俗貼 靠完之後把人家分裂成兩塊 那還能下 問題是 被人家靠 被人家搬起 這邊還是沒有好的下法 我本來以為這樣沾可以了 但是後來發現被人家長 也是不行 這邊 我自己氣太少了 搞不出花樣 那這邊決議推薦的下法是用長的 不過這個 都差不多啊 都不是太好 長被人家拖 那麼 他還是吃乾淨 不過這個可能還是相較於實戰那個硬虎 被人家打成一坨大兵 可能還是好一點了 對 這樣子可能還是好一點 實在又被人家打成一坨大兵 這一拖 太銷魂了 這個 氣超級緊 氣完全緊住了 然後又是一坨大兵 效率極低的一塊氣 這邊 走到這邊基本上其實是可以投了 66手其實是可以投了 那這邊再稍微看一下 決議他是推薦我可以跳一下做個利用 然後這個飛 這個飛 決議認為是蠻重要的 確實 因為我們看到實戰我後續不是有打這邊嗎 然後被人家直接 點完頂完一般 那後續還可以打你一下 等於說他這邊就整個都連的超級厚了 所以說 就變成說他這邊還可以長出很多的潛力 那就整個都蠻不好了 那 他變 那邊的變化 白騎飛去攻擊 黑騎還是走斑斑跨 後續我覺得 確實都只能蠻幹了 但是也沒有辦法 這邊我走正頭 被人家跳完跨出 好像也是不太好 那決議是推薦我應該 從中間飛過來 那白騎還是山路跳之後 尖 其實他這塊還是活得蠻OK的 這個 確實也搞不出什麼花樣 沒有什麼拼搏的空間 後面這個也只是 也是沒什麼機會 因為白騎周圍都太厚了 反而我自己 打入對方 然後自己跑出一條龍 沒有什麼意思 連這一塊都快整個都薄掉了 走到這邊就完全不行 那這番起 確實也是跟對手差距 算是非常大 好 跟大家看到我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